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1964年的秋天 一位西方学者不远万里 从英国伦敦来到北京 亲临当年的太极宫进行实地考察 这两位长者 一位是道教全真龙门派创始人 邱楚基 一位是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 他们俩人跨越时空先后踏访的道观 就是今天北京西遍门外的白云观 岁月仍然 弹指挥剑 这一中一息 一股一惊的两位大士 为什么对白云观 情有独钟 不远万里 先后踏踪而来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1219年 崛起于蒙古大草原的一带天骄 成吉思汗 已经57岁了 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 他从位于今天新疆 俄尔齐斯河畔的军营里 派遣使者 宣照于天下文明的道教大师 邱楚基 前来进见 十年 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邱楚基 为什么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 谢绝了金宋两朝皇帝的赵请 答应了蒙古使者 前往中亚 禁见成吉思汗呢 公元1220年正月18日 秋楚基率领弟子十八人 从今天的山东夜县出发 踏上了西行的万里征程 中途阴市 在科布多 现蒙古国境内留下九人 其余九人跟随秋楚基 继继续西行 当时 秋楚基所在的山东半岛 离中亚路途十分遥远 形成最近的丝绸之路 也因战乱被阻隔 只有远走大漠北面的蒙古北道 这条路又远又热又寒冷 此行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 无不是生与死的考验 正当秋楚基一行 艰难跋涉的时候 成吉思汗军队的先锋 已经打到了中亚的西辽国 和花拉子魔国 他的军队就像巨峰一样 横扫西亚和东欧 所到之处 反感抵抗者 皆杀掠屠成 而闻名于世 就像蒙达贝路记载的那样 达人攻城无不破 破则不问颜丑老幼 贫富逆顺皆诛之 略不少数 望着眼前茫茫的广茫园野 秋楚基无不感慨万千 十年冰火万民愁 千万中午一二流 去遂信封 祝照下 今春虚和 冒寒油 不辞陵北三千里 仍面山洞二百周 穷极漏珠 残喘在 早叫生命 早叫生命 得 消诱 从中 我们不难看出 当时秋楚基 西行的目的和动机 越来越清楚 秋楚基 又名秋长春 公元一一四八年正月十九日 出生于山东登州 西辖县 宾都里 幼年丧亲 读书不多 但他姓名好学 聪明过人 十九岁时 他看到社会战祸不断 各地人民深受其害 便萌生了 神仙制的想法 他来到昆玉山 烟霞洞学道 第二年 遇见了全真教祖 王重阳 在宁海 拜王重阳为师 此后 秋楚基在陕西龙门 苦修了十三年 在清苦的生活环境中 他研读道教经典 创立了道教全真龙门派 在北方的名气 越来越大 信徒日益增多 风餐露宿 沟火取暖 此次西行 一路上秋楚基旧时的朋友 纷纷前来劝阻 秋楚基借老子答悦 曙尽人 曙光东别时 秦湖接几手 大道复明基 众人这才知道 他要学老子画湖 教化西方 大家再学 万里西行的目的 秋楚基就是抱着 我知地所灵和尚 欲罢干戈 至太平的现实主义精神 去救人于涂炭之中 夺命于风笛之下 让中原百姓 免受屠戮 过上太平安康日子的 救赎宏愿 秋楚基 以他的高道才学 管其星象 审时度势 高瞻原主 认为西行 乃是天意 是蒙古强大的军力 宋金两国软弱无力 决定了他奉照前行的 决心和意志 但是他最担心的 还是自己的年事已够 身体能否支持到中央 成吉思汗 能否听他的劝谏 是祸是福 还都是未知数